大家好 我是太魯閣國家公園解說員林茂耀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燕子口步道 在燕子口步道這裡可以形容到非常壯觀的峽谷 以及無屑的地形景觀 現在就由我帶您一起走一趟燕子口步道 這麼壯觀的太魯閣峽谷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們要從兩億三千萬年前開始談起 在當時這個地方是一片溫暖的海洋 同時呢 在海底生長著非常多的珊瑚 有恐蟲等這些生物 這些生物死亡之後呢 它的骨骸就堆積在海底 同時呢 這些骨骸 它也會慢慢交結成石灰岩 大約在650萬年前的時候呢 台灣發生板塊運動 受到板塊運動擠壓的影響 產生高溫跟高壓 就讓這些石灰岩產生變質作用 就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大理石 利物吸水正好流過這塊後塵的大理石 由於地殼持續地往上抬升 再加上利物吸水持續地往下切割 在這樣的作用力之下呢 經過了數十到數百萬年的時間 最後終於形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世界級的太魯閣峽谷景觀 大理岩對太魯閣峽谷的形成 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我們在燕子口這個地方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從燕子口以東所看到的 主要是片蠻野為主 因此形成比較寬闊的溪谷 在燕子口以溪這個地方 主要是厚層的大理岩 因此形成非常壯觀的大理岩峽谷 我們現在在這邊可以看到利息對岸 山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穴 那這樣的洞穴 我們稱它叫做湖穴 在燕子口這邊的湖穴的形成有兩種 一種是地下水的出口 當地下水從這個岩石縫隙裡面流出來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岩壁侵蝕成一個洞穴一個洞穴 這樣子的一個地形 我們有時候甚至可以在這個湖穴上面 還可以看得到有水流下來的痕跡 或者是水正好從這個岩縫裡面流出來 那這樣子從岩壁裡面滲透出來的這樣的水 我們就稱它叫湧泉 另外一種形成的方式呢 是利物溪在發育的過程當中 慢慢慢慢所形成的 當利物溪在發育的過程當中呢 河道上如果遇到阻礙 往往會形成漩渦 那漩渦夾帶了非常多的泥沙 不斷地侵蝕這個山壁 那久而久之就慢慢慢慢地把這個山壁掏食出 像這樣的一個洞穴這樣的一個地形 我們怎麼分辨燕子口這邊 這兩種不一樣的湖穴地形呢 好 我們觀察一下山壁上的湖穴 如果它的開口是朝上游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判斷它是利物溪水侵蝕 所造成的這樣的一個湖穴地形 那如果說它的開口是朝下游呢 或者是說它的開口外面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湧泉的出現或者有水質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就可以判斷 它是地下水出口所形成的這樣的一個地形 由於泰魯閣峽谷的地形非常的陡峻 綁開運動也持續在進行當中 同時呢這個地方的岩石風化也非常的劇烈 因此在泰魯閣峽谷這個區域呢 經常有一些自然落實的現象 所以呢 在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作為您進入到泰魯閣峽谷的時候 請記得戴安全帽 同時呢 也請依循步道岩線的指示活動 以維護自身的安全 旁邊 好 阿 阿 阿